我来每日一打回答一下特宝的眼花问题 提个特宝说92年的垂师茉莉才有救护 92年吵梗了呀我是92年的 有救护不断黄业 我一发说垂师茉莉不过你的黄业 我们这也黄 那边这一片 怎么办啊 如果说我们怎么办 待会说一下我们重点 比较重点的就是把所有的这种 咱们之头不好全部剪掉让它重新去找 记得用上杀菌药去飞掉让它重新去咬 第二个为什么 这个垂师茉莉呢对我来说我只有三年的经验 你让我凭经验去讲的话 你还是说至于管理 就是说在它天气比较冷之前 大家没有做好备备的管理 就是杀菌药 肥料 黄泡面 黄泡 但是呢它有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时间了 明白了吧 再来说 重新杀菌药 肥料给上去 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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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猪宝说你给我看看这个啥老黄叶 一样你讲的这个是土领糊 它下面的叶子肥 说明什么缺水或者是缺肥 没问了吗 有水肥给你涨 我这种饭 给你涨点水肥就不够了 下个猪宝说 花材树也没生虫子也不是 记住啊 花材树喜欢这一点 它之所以长得这么皱红巴巴的 就是因为微妇啊肥的方方面面 这些都是大 所以这大的肥有点不思议 是什么 你可以用啊 我怎么办 可以减掉毒性的 也可以过一段时间 看你会不算我一点 慢慢好 该用点肥料的用 关于植物的食品 你把它当中得吃饭 人一天吃饭 这种植物是一个月吃饭 就是家人 塑胶的别份营养液 已经一个用上三次 也用太多了 少用点 不够难充个家里要用多了麻烦 有话说没谁了 没谁了 找我 下个状态说 叶叶发黑掉叶 咋回事 你这个茶花晚上的时候 也是靠个带子 白天的时候炸开 好保湿 攻击湿度不住 你时间长的这些花包 它保不住 磷酸二氧甲也同时给用上 摸摸盆子干了再搅 不干再被老搅了 通通了吗 记得白天打开的塑料袋 下个状态 天年木养了好多年 还有酒 长时间的不打理 你现在别搭住干啥 用点小黄二号 杀菌药 再用一点点肥料 让它缓一缓 好 明白吗 别折腾了 别换了换了 就缓慢的去养 缓慢的去给点杀菌药 给点肥料 明白了吗 那个杀菌药也可以喷一下 好了 今天养问题呢 就到这了 别特别的点关注 所以大家来一下 这个比赛 它是中间的 小丁 几个小的小玩意 等下来 就是 很高兴 ی 猴园 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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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